發現車輛微停 員警立刻上前盤查 不過男子第一時間 卻是一臉心虛 連話都說不清楚 嚴見對方交不出任何證件 警方準備將他帶回派出所 不過下一秒 男子卻趁機 拔腿狂奔 就怕被對方給溜走 員警立刻呼叫支援警力 展開攔截尾斧 將他壓制上銬 原來當時男子 將機車微停在紅線上 引來警方注意上前盤查 不過他當下 卻拿不出任何證件 這才讓員警直覺不對勁 事後一查 果真發現他市民逃逸移工 事發在六號傍晚六點多 新北市巴黎 警方調查也發現 嫌犯騎的摩托車 本來是新莊一處工廠 要買給員工代步 他卻借走不還 早在今年五月 阮性移工就已經被屏東 一處食品加工廠通報失聯 他四處打黑工 流浪到北部 沒想到這回 卻因為微停 意外讓身份曝光 現在就位王宇軒來先引新北採訪報導